我們剛才說的這些都只是一種非正式的討論 因為它過程中 如果你要把一些話講的基礎 你就必須要把實術的一些性質的用上 所以像剛才有同學問我說 為什麼一開始兩條群線都很笨的話 他們繞的圈數就會一樣呢 真是你如果真的要講清楚 就會牽涉到函數的連續性 那因為我們還沒有做足夠多的準備 所以我不打算在今天去談這些東西 但至少你有一個粗略的感覺 就像堪根定理一樣 如果你要把堪根定理講清楚 你還是會需要去講實術到底是什麼 你需要用到實術的一些性質 但是如果你只要看出它為什麼是對的 至少你有一個理由說它應該要是對的 好 那我再提另外一個看法 另外一個 這些都是歷史上有人做過的嘗試了 另外一個看法是這樣 剛才我們是把這個多項式想成是一個映射 它是從負數到負數的映射 那我說這個映射的壞數是 如果你要看成函數圖形的話 你會變成要看一個四度空間 不知道怎麼看 所以於是就有人想說 那我們不要 我們想辦法在視覺可及的範圍上去想像它好了 那我們就把它想成是 我不要去看整個影像 我看影像的絕對值就好了 我們就看彈數的絕對值 這個多項式的絕對值 那如果你只看絕對值的話 它的影像就不是整個C了 它是什麼呢 影像就是時數嘛 對不對 它就從平面送到時數線 任何一個點Z我就送到FZ的絕對值 是個時數 那這樣一來呢 我要問的問題變成什麼 我要問的問題是說 有沒有一個點送過來會送到0對不對 那送到0跟絕對值是0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問的問題是 這個函數會不會有一個點帶進去是0 那這個時候這個是二維的 這個是一維的 所以我好像又可以用圖形的角度來思考它了 所以你心中想像的是這樣 這是附屬平面 下面的附屬平面 然後你每個點就把它提升到一個高度 那個高度就是FZ的絕對值 所以你把每個Z點 它頭上就會對應到一個高度 叫做FZ的絕對值 好 所以這裡有一個R軸 那當然FZ的絕對值一定是大於等於0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是在這個平面的上方 我們的問題就是你把每個點都提升到這個高度之後 你會畫出一個像曲面一樣的東西 會不會有些地方它是會碰到這個平面的 可以嗎 因為如果它碰到下面這個平面的話 就是你心中要的就是高度是0的 也就是F等於0的地方 所以問題變成是說 本來是要看F有沒有一個點可以 它可不可以把某個點印射至0 現在改成它可不可以把某個點印射至0的東西 簡單說就這樣 好 那麼古代人就有一個想法 他說呢 如果啦 好 這裡有一個名稱叫做Dalon-Berremer 這是一個法國數學家 在引理 他的一個引理 他曾經做過一些嘗試去證明這個代數基本定理 不過他的嘗試並不嚴格 但後面的人有把他的一些想法抽取出來 叫做Dalon-Bermer 這個引理是這麼說的 如果呢 如果啦 這個F of alpha 如果 alpha是C 裡面的一個元素 一個負數 且F of alpha不是0 而且不是0的話 那麼 他說我就可以找到一個貝塔 使得 F beta的大小 比F alpha還要是0 這叫做Dalon-Bermer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圖形上來看 假設你有一個點 alpha帶進去它是正 它是真的有個高度 我就可以找到另外一個點 貝塔 它帶進去的高度更低 可以嗎 這是它的引力 這麼說的 好 那於是呢 有一個最簡單的想法來證明代數基本定理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證明 有一個點帶進去高度是0 然後你已經知道只要帶進去不是0 我就可以讓它更低 所以只要一開始你知道 所有的點帶進去的高度有一個最小值 那個最小值就一定要是0 因為如果那個最小值不是0的話 按照這個Lama 我就可以讓它變得更小對吧 可是你知道它是最小值了 所以它不能再變得更小了 所以只能說這句話會不成0 這句話等於0會不成0 所以想法是說如果說這個函數 就是我們下面寫的這個函數 它真的有最小值的話 那麼那個最小值再加上這個Lama 你就可以推出來只能是0 那最小值是0 就表示有一個點帶進去是0 好 那那個點就是一個跟啊 可以嗎 好 所以想法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會有一個最小值呢 好 所以簡單的說 就是說如果這個函數 它會達到最小值 好 這個Lama會推到最年級 可以嗎 所以如果最小值存在的話 最小值就只能置領 所以最後問題就變成兩個 第一個是為什麼這個lay mark是對的 第二個是為什麼它的最小值會存在 如果這兩件事情都是對的 那我們就可以說代數基本定義是對的 可以嗎 再說一次 大部分的lay mark是說 如果有一個alpha 帶到f裡面它不是0 也就是那個絕對值的高度是正的 我就可以讓那個高度變得更小 只要我帶某個別的點的話 那因此如果說f的絕對值它有最小值 也就是有某個點它的值 f的絕對值比其他點的f絕對值都還要不大 這個時候那個點的f的絕對值就只能是0 因為如果它不是0的話 好 我就可以再找另外一個點的絕對值比它更小 這樣就違背了它是最小值這件事情 好 所以如果這兩件事情都對的話 那就OK 那我大概講一講 講一講這兩件事情為什麼都是對的 首先呢 先想一想f的絕對值會不會達到它的最小值 大概可以這麼說 你可以想一件事情 f的絕對值會有多大 你可以想f的絕對值會有多大 那提供大家的一個想法是這樣 你從原點出發跟剛才非常非常類似的 你考慮一個很大的圓盤 半斤式r的圓盤 你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這個r夠大 在外面的點 它的絕對值都會很大 可以嗎 事實上你大概可以體會到 存在一個r 使得呢 對所有的z 只要z的絕對值比r大 就只要是在外面 好 在外面 那這個f的絕對值就會大於等於2分之1等於z的n次 你一定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可以嗎 這跟剛才大家在座的討論非常類似 因為f是一個n次多像式 所以你覺得它的大小 應該會有那個首相z的n次方 很大程度上來決定 那所以當你這個z非常非常大 距離遠點非常遠的時候 那個z的n次方就應該把其他像拉著走 所以它至少應該要有這麼大的才對 那當然你要把它寫得很詳細 也是可以的 怎麼看呢 就是你這個fz 它不是可以寫成z的n次方 加其他的點點點 那於是你就把這整個式子 提出一個z的n次方來 所以後面的東西變成 1加上an-1除以z 加到a0除以z的n次方 那只要你這個z的絕對值很大 這每一項數字就會很小 小到什麼程度 小到就算你把1加上它們以後 再怎麼變小 還是比1分之1大 可以嗎 所以這樣一來就可以確定 後面這個東西的大小會比1分之1大 所以為什麼會讓這件事情成立 就是這樣 好 那既然如此 那在外面 在外面的點 它的函數值就會大於等於 2分之1的r的n次方對不對 那你只要一開始選r有多大 你只要讓r的值比原點的函數值 已經都小於等於外面的值了 所以如果有最小值的話 只會發生在這個原盤裡面 所以你要問說存不存在最小值 你只要問在這個原盤上 存不存在最小值就好 本來你是要問在整個平面上 有沒有最小值 但是你現在可以改成問 在原盤上有沒有最小值 好 這個時候就要用到 我們前面還沒有講完的一個東西 就是在一個有界必極上的連續函數 一定會有最大值跟最小值 這件事情我還沒有做 但是你有興趣順著我們的影片看下去的話 我們有一些維基根的影片 你看一看就會有這個定理 只要是一個連續函數 在一個歐式空間中的有界必極上面 一定會有最小值跟最大值 那這個原盤本身含有邊界的話 它是一個有界必極 所以最小值是存在的 剛才這個論證的目的是要告訴你 我這個地方講的最小值是什麼 是在整個平面上要問它有沒有最小值 但整個平面不是一個有界必極 所以一般來說 你沒有很好的方法來看 它會不會有最小值 但是透過多項式的了解 你發現其實你可以不用管某個原盤 很大的原盤外面的點 因為那個很大的原盤外面的點 盤數值都會很大 所以你要看的是最小值的話 你就把它丟掉就好了 你只要看一個原盤裡面就好了 好 那這個石頭就會保證存在最小值 好 這個部分也是大東貝爾他失敗的部分 因為他本身就是說 他說他認為一定就存在最小值 他沒有再做額外的論證 但是這個地方你要說他存在的話 就需要一點點分析學上的理論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 連續函數在一個郵介壁級上 在歐式空間中的郵介壁級上 是會達到最小值跟最大值的 這件事情 好 那最後呢 這個LEMA本身就相當簡單了 我想讓大家自己回去做個閱讀 好 我不想要完全的講他 但我想讓大家自己回去讀一下 他大概在講什麼 我先做個大略上的說明 他的說明是這樣 他的說明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點 R法 有一個點叫R法 R法的影像呢 不是0 Fα 他不是0 所以有一個長度 可以嗎 那我的目標是希望找另外一個β 使他印過來的影像的長度 比這個長度還要多 這個距離要 距離原點要來得更近 那做法大概是怎麼樣 做法是說 既然這個Fα不是0 所以我就把Fα寫出來 Fα他就可以寫成 α的n次方加上 an-1α的n-1加點點點點加到a0 可以嗎 他可以寫這個樣子 那他要想辦法去說 我看這個點點點啊 除了a0之外 除了a0之外 前面這些項裡面 會不會有很多0呢 我就把它寫出 比如說加點點點加到a的n-k αn-k 我假設這個項不是0 可是後面都是0 一直到都是0哦 一直加到a 可能像這樣 好 加到a0 可以嗎 好 那他希望做的事情是 他說那我就考慮Fα加h好了 我就考慮Fα加h 好 這個地方是α加h的n次方 每個項都是都做這個操作 n-1次方加點點 一直加到a的n-kα加h的n-k 好 對不起 這個沒有 就第一個非0的項 第一個非0的項就是n-k次方的項 好 你就考慮附近的點 你就是想像你把它變了一點點 有一個叫h的東西 得到了一個α加h 你看看他的影像 那影像呢不知道在哪裡 好 那他的想法是 我可不可以透過去選擇這個h 使得這個影像變得跟原點更靠近 那這個地方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項 每個項展開 重新集項以後 去思考那個h應該要怎麼選 但大略上來說啦 他的感覺有點像這樣 所以當我這個h呢 我的h可以這樣選 也可以這樣選 我可以繞 以他為中心這樣繞一圈 來選我要的h是什麼 那當然對應到的這個影像 這個點可能就會動來動去 你一定有一個方法 可以選擇一個h 使得他的影像是朝著反方向的方向去跑的 好 朝某種反方 這個很難 現在很短時間再講清楚 還希望花一點時間 但是他希望透過去選擇這個h 去確保這個影像是朝著某個 這個鏡像的反方向來走 那只要是這麼做 再配合上一些長度的估計 就可以確定這個點到原點的距離 絕對不會比這個點到原點的距離還要長 那至於要怎麼樣去說明這件事情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閱讀一篇文章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看 這個叫做 這是一本書的內容 這個書叫做 數學 他的 數學 數學 數學的 內容 方法 及意義 很抱歉 這三個順序我一直忘了 他是三個排列 比如說數學的意義內容 其方法 或者是某一個 那這是一套書 它有一二三冊 這套書呢 本來是俄國的科學院院士 很多人編的一套書 非常古老的一套書 那有中文本的翻譯 中文本翻譯 翻譯的有點古老 不太容易唸 但你有興趣可以去找一找 許氏基金會 翻譯的 這個好 這不是許氏數學 這不太一樣給我只好 許氏基金會翻譯的一套書 翻譯的不是這麼好 但是你可以從裡面看一些內容 那裡面有一篇 它是分門別類的 這套書裡面有很多的章節 每個章節講的是數學裡面的某些分支 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那其中有一個章節 好像是第二側吧 我有點忘了 第二側或第一側 有一個章節是在講這個方程式 多項式方程的根的問題 他就有提剛才講的這個 Dalong-Belma 的討論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大概不超過兩頁了 兩頁的一個範圍 他就在解釋說 你要怎麼樣去選擇這個h 可以使得他的影像 會到0的距離變得更近 透過一些估計 當然我這個圖畫是一個非常簡略的畫法 因為我沒有真的寫出來給你看 但是他基本上就不超過一些多項式的討論 那無論如何 你必須要了解那個負數的幾何意義 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個乘負數 就是轉角度這件事情 再加上一個伸縮 所以如果你了解那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自己閱讀一下這個參考資料 那我特別在這個地方提一個 這種自修的閱讀資料給大家 就是因為希望你們在學數學的過程 你要自己自發去看一些書 那你要看的書 我們以前有講過 你看那種你都看得懂的書 可能你的收穫不會很大 但你看這種書呢 通常你大概都會看不懂 因為他裡面會有很多很多的專有名詞 你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但是你就看個感覺 至少你知道數學裡面有這些東西 然後你可能會慢慢的慢慢的 會多看懂一點 多看懂一點 你就會覺得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 數學裡面的事情 這個書蠻好的 這是我高中的時候買的 大家可能都看不懂 那後來 現在差不多都懂了 所以有興趣的話就看一看 這個圖書館可能有啦 書店好像也還有 他銷路可能不會很好 但是應該還有賣 應該還有賣 有興趣找來看一下 那我想我們早上的課程 就先到這邊 那下午是這樣 下午我們的安排 1點半開始到4點半嘛 對不對 那中間一樣有個吃水果的時間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 用PVT的演講 那是一個比較通俗的演講 那通俗的演講裡面的內容 是在介紹一些數學裡面 會看到的現象 但是不是你在高中看到的 然後就讓你知道說數學裡面 會問這些這些問題 或者說這些問題是數學問題 那可能在他之前 我們會稍微討論一下 剛才大家手上拿的這一份 這個曲線與曲面的幾何與拓比 這份講義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中午找了時間翻翻看看 我們會做個很簡單的介紹 那這裡面我也不會有太多的論證 可能會比我們早上這個討論 來的更加的簡單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系列的課程 本來是有講到 要講這個高斯的曲面理論 但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在微積分的課程上面 花足夠多的時間來講 所以最後我只好 還是給大家做某種簡介 就讓你知道說 至少結果是在說什麼 那證明的過程 你需要透過更多的微積分 才有辦法來解釋 好 大概就這樣 那下午一點半就請大家准時回來 還沒有簽名呢 記得要簽名 那中午呢 固定物品如果橫蓋首先 請要在這裡 謝謝 謝謝